哈哈哈哈 张伟没穿鞋子 张伟来背来了 哈哈哈哈 太有意思了 一进山里啊 就看到又衣服又带子 这边已经好多人都来过了 哎呀 这还有吃的 我们今天能采多少啊 来晚了 来的太早了 我都来晚了 再来晚 我看我要再晚来一会真没了呀 哈哈哈哈 我还能踩着了吗 到这个时候跑山的时候啊 也是我们邻居最挣钱的时候啊 就是上山的人特别的多啊 而且特别有意思 你看不约儿童的都来到一个地点 就像约好了似的 哈哈 像这个呢 就是山葱啊 咱们也可以叫韩葱 韩国人是最喜欢吃的 听说他们用这个叶啊打饭包 像我们呢就会用它吃烤肉啊 或者炒肉拌凉菜都行 像我们把这个根扣回家呀 就是要栽到自己家的菜园子里 这样呢咱自己吃的方便 它就跟噶韭菜一样了 就是噶完一茬之后 只要根在它还会继续的生长 就以后就不用上山来采了 主要是咱自己吃的方便啊 它这种根特别好存活 就跟我们家 咱自己家园子里啊 摘那个葱是一样的道理 把它这个根啊 这好几个摘到土里 之后浇点水 它就存活了 即使它上面这个葱叶没有了啊 只要有根在 它还会继续长 对 这样一摘它就存活了 那个叶你可以都直接吃掉 那根摘到土里就活 咱吃的时候吧 要吃叶 不要把根给伤了 就这样是不算伤根 你把叶给吃掉了 就跟韭菜是一样的 摘一年之后就年年都可以 手嘎一叉了 一个道理 就好在好在这 这就是它的优点啊 快怎么插一个呢 哈哈哈哈 把叶吃了 把叶吃了 你看这玩意 这个窍门挖的玩意 啥窍门 就这个缝的根前 滑了滑了 这草叶巴巴了 直接就耗根 树根子 嗯 这底下有树根 看着 看 可婆 下来了 下来了 这脖子不好刨 那都树 树根子哈 没有刨啊 硬刨不行 刨白瞎了 好不好刨 不好刨 小 费事啊 太小了哈 对 刨不好根就蛇 根是刨蛇就白瞎 它就不能活了 再玩也不能活了 那可婆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跟我哥 我俩们就回家了 因为这个地方来的人太多了 哈哈 不好踩 我们就换下一个地方 拜拜